Hello 大家好 我是福利奇谈马来西亚公司的总经理高温天 欢迎大家收看总经理戴飞畅聊房市直播节目 很高兴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 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交流方式 下面将由我和我的两名媒体同事带大家畅游共转 Come on 跟我来 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 做直播有句流行语叫关注主播不迷路 主播带你上高速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互动区参与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福利公主丸送出的精美礼品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我们的游艇码头 这是68尺的豪华游艇 您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出海 互动区提出您的需求将有机会获得游艇体验名额 我所处的位置背靠新加坡 面向我们的歌剧院 以及我们的二期项目 马来西亚公主丸是从2013年至今 我们用心经营了七年 业态已经去成熟 我面前的歌剧院是福利集团赤两亿巨资打造 作为东南亚首个四路联盟剧院 于2019年正式投入运营 这可能是世界上仅有的小区内的歌剧院 足不出小区你就可以享受世界级的文化盛宴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滨海展示中心 大家跟我来 福利集团是1994年成立 2005年上市 年销售额过千亿 是全球最大的豪华酒店业主 坐拥了近百家的星级酒店 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利斯卡尔顿 军越 谢尔顿 博尔曼等等 在房地产的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前十 几乎所有的一二三线城市的核心区域 都有我们的酒店 下次当你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 不妨也关注一下我们福利集团的酒店 我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们的出海的第一个项目 为什么会选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的新山市 下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中马两国建交已经是45周年了 马来西亚是中国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 贸易额规模已经达到了千亿美元 占了整个东盟的五分之一 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其次新加坡和新山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投资潜力 新山和新加坡扼守着马六甲海峡 有着当年香港和深圳的依附关系 大家都知道深圳改革开放以来 依托香港的地理优势 GDP一路飙升了近60倍 房价平均上涨了10倍 最多的已经上涨了43倍 我们在叹息错过了当时深圳投资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我们的老板的敏锐的眼光 怎么会错过呢 新山的公主湾坐落于伊斯干达特区 定位于新加坡的后花园 因新加坡岛国的原因 大部分的资源都是靠马来西亚的供给 包括饮水 这跟香港和深圳如出一辙 活生生的又一个香港和深圳 新加坡经过了50年的填海 周边的潜海已经基本填完 继续的填海的成本非常高 有限的土地导致新加坡未来20年的住房供给持续的锐减 与新加坡仅一桥之隔的新山 就成为了新加坡外籍人口居住的首选 我想问一下直播店的朋友们 有没有早期投资了深圳房产的 请在互动区给我们留言 这么聪明的你将有机会赢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 下面将由我的本地美女同事Michelle 介绍一下他们家乡的伊斯干达特区 Michelle交给你了 好的高总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是马来西亚第三代的华人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我美丽的家乡 新山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山的地理位置 新山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 与新加坡仅一桥之隔 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占地只有700平方公里 比香港还要小400平方公里的他 低少人多 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新加坡在2006年 主动和马来西亚签订协议 投资约6500亿 在新山打造新马唯一的经济特区 并命名为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新山二首马来西亚国门 面向着新加坡 我们都将新山跟新加坡的关系 比喻成香港与深圳 而新山就好比正在发展中的深圳 马来西亚新山市最靠近的新加坡雾兰区 其中心计划扩大成一个主要的商业枢纽 将被打造成新加坡的第二个CBD 届时将会带动当地的房价上涨 A区 主要涵盖的地方为新山市中心 靠近新马第一关口 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主要发展商业、零售及休闲产业区 A区由于靠近新加坡 地缘优势极好 加上周围的配套和交通十分齐全 因此投资潜力极佳 我们的项目就处在A区中央商务区的核心位置 根据新山市政府规划 伊斯甘达A区为金融商务区 未来三年还有大批金融机构进组 B区为行政中心 政府目标打造奴沙寨野成为楼佛的新的行政 医疗、教育中心、度假圣地、物流集中地 以及豪华的别墅圣地 此区靠近新马第二关口 同时大学城的规划吸引了多间来自海外的知名学府 到此开设分校 此外配套里也有 美国莱佛市学院 哥伦比亚医院 乐高主题乐园等 西区主要是港口 涉及海市服务、仓储、物流、工程、高科技制造、食品生产、石油化工以及转口贸易等 此区拥有一个物流中心、区域配送中心、区域采购中心和公用事业 地区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提供对外物流支撑 另外 柔佛名牌城JPO也坐落在此特区 距离机场仅十分钟 是购物爱好者的快乐天堂 好了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 大家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家乡做客呢 下面让我把麦克风交回给高总 好的Michelle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我的美女同事Michelle家中做客 下面有我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 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25%左右 本地人至少可以讲三种以上的语言 总有一种可以适合你 这种语言的优势在我刚来的时候确实让我很震惊 马来西亚的这种多语言的教育水平在全球排名第一 使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拥有完整华语教育的国家没有之一 这里就多聊一下马来西亚的教育 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想让孩子出国留学 接受西方的教育 而且年龄段也在逐年的下降 但是我一直都担心我的孩子出国以后 丢掉了母语和传统的文化 在这里接受教育完全可以打消您的顾虑 马来西亚属于英联邦体制下的教育体系 在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报告中 马来西亚教育排名全球14 您的孩子如果在马来西亚接受教育 不仅仅能学习到传统的汉文化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国内所无法企及的 欧美国家的教育水准 以前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现在我认为人才怎么培养 还是要从语言入手 英语和汉语在马来西亚 你的孩子都可以学到 依托伊斯甘达特区 新山从幼儿园到大学有完善的教育体系 以我们项目为中心 开车10分钟可以完全覆盖所有你需要的教育资源 其中包括英国的雷丁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莱福市学院 马尔堡学院等众多名校 马尔堡学院是东南亚首家分校 凯特王妃和卡梅伦的老婆都是本校的校友 我的孩子还有很多的同事的孩子都在此就读 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去新加坡的国立大学读书 国立大学排名是全亚洲第一 在新马两地就读 你可以作为跳板顺利的升入欧美的发达国家等名校 这里的学费价格非常的低廉 远低于你的想象 你有没有心动呢 有没有想让孩子体验一下中西方教育的碰撞 在这里你都可以实现 我是2013年11月份作为第一批出海者来到了马来西亚公主岸项目 第一次出国心中会有一些忐忑 但是来到了马来西亚以后 我发现这里民风淳朴 气候很适宜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在北京患下的鼻炎竟然齐这般的痊愈了 在马来的七年可以说已经是半个马来通了 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提出 我们有小助手跟您简答 我刚才讲到我的鼻炎在马来西亚奇迹般的痊愈这件事情呢 我不得不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环境 马来西亚属于热带的季风气候 大家一听热带肯定感觉到非常的热 其实并不是这样 马来西亚的常年气温在21度到32度 气候非常适宜居住和旅游养老 它的热带雨林保有量是全世界第一 没有海啸地震 也没有任何的自然灾害 通过雨林和海洋的调节 常年的气温保持均衡 不会有北方的干燥 也不会有南方的桑拿天和湖南天 PM2.5更是个位数 我这里有一台设备 它的PM2.5的指数是8 今天指数有点高啊 平时都是2或者3 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在马来西亚晚上睡觉是不需要开空调的 甚至说只开一个风扇就可以了 近日的美国权威的生活杂志国际生活 2020年全球退休指数排名正式出炉 选出了全球十大最佳的养老国家 马来西亚位列第七 忙碌中的您有没有想停下来提前体验一下退休和养老的生活 我刚才讲到马来西亚适合居住 那居住就要考虑我们的医疗条件 这次疫情大家在国内都经历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于医疗公共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公开的透明程度让我非常的佩服 相比较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政府处理此事也很坦然 凸显出医疗体系的完善以及政府对处理此事上的底气 我们项目周边驱车15分钟可以覆盖到几乎全数的优秀的医疗资源 包括新加坡的英格医院分院 哥伦比亚医院 新山中央医院等等 同时我们项目还配套有社区医院 配处有家庭医生和急诊医生 24小时上门服务 为您保驾护航 在这里我还要再延伸的说一下马来西亚的医疗保险 一年的保费基本上在1000马币左右 就是1700多人民币 可以全家受益 保险是全包的 没有额外的收费 而且很多华人的医生 你也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 举个例子 很多人去香港打这个宫颈癌疫苗 9架的HPV 并且是一针难求 港币接近了6000块 甚至被炒过过万 马来西亚呢只要1000多 还有一些投资方面的话题 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 在这里就不多啰嗦了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 后期还有一些针对性的直播内容 大家也可以提出您的需求 我们做一一解答 在这里提醒一下 大家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我们的直播间会有小助手 在不停的发一些有想问答 如果您回答正确 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复利广场 推出的超值礼品 请大家持续关注 讲到复利广场 它就在我的身后 坐落于17的已交付区域 17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60% 收房率已经达到了80% 复利广场是复利集团 在海外的第一个大型购物商场 共计8万平米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包括东南亚首家的英皇戏院 加尔克鲁斯精品超市 以及餐饮娱乐等等等等 在这里我讲一下我的真实案例 在17我自购的110平米的三房 租金达到了3200马币 人民币接近5500块 租户就是对面新加坡的物工人员 租金的回报非常的可观 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土地是永久的 购房是没有供摊的 船带没有遗产税 为什么不花很少的钱 给子孙留一个永久的海外资产配置呢 我们商场的成功开业 还有一期项目的顺利交付 离不开我们的战略成建商 中建三局的大力支持 中建三局是世界500强企业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在这次疫情中 中建三局马来西亚公司的总经理周勇先生 带领团队千里迢迢了 赶赴了雷神山医院支援建设 周勇是我们公主案项目的第一任项目经理 焦点访谈中 门神是我们第五任项目经理乌龙兵 还有公主案的装修团队 积电团队等等 他们都投入到了医院建设中 虽然国内的疫情已经有所缓解 但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 他们还在隔离中 你们能参加到抗议战斗中 公主案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在公主案等你们平安归来 下面将由我的两名美女同事 带大家实情感受一下 交给你们了 感谢高总给我们分享了马来西亚非常实用的教育与医疗方面的资讯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项目的整体规划与配套 项目总占地约700华亩 约44万平米 汇集了五星级酒店 超甲级写字楼 滨海花园长廊 滨海商业中心 奢华天际会所 新山手作歌剧院 时尚国际公寓等多元顶接业态为一体 业主可轻松享受 一站式购物 娱乐 餐饮 文化 商务便利 待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 将成为全球距离新加坡最近的超大型国际滨海综合体 成为新加坡对岸的一颗闪耀明珠 项目产品全为精装住宅 以时尚国际化装修设计理念 打造全套人性化居住配置 竞享便利居家生活 看完一期项目之后 让我来为大家讲解二期项目赛纳天地与新天地 2018年对全球市场新推输的产品是 二期项目赛纳天地 精装住宅3584套 套内面积区间44至137平米 产品涵盖全新单房到四房 更有创新双药石户型 其中第一至七层规划为车户层 临街部分规划有社区底商 稀缺62套 临南面部分2至7层 空间规划为精装小户型海景公寓 以推出即一扫而空 第八层主要为小区公共设施层 包含部分可销售的住宅产品 第九至49层为可售住宅产品 另外八层公共设施层配套 包含了健身房 乒乓球室 瑜伽室 多功能室 室内及室外儿童活动中心 室外游泳池 慢跑进 空中花园等 看完刷盘 大家是不是对我们的实体法很感兴趣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美女同事李盈盈 盈盈交给你了 大家好我是李盈盈 了解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一起去看实体楼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105频道三房两位的海景房 Let's go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电梯层控 一户一卡 我们的业主只能去到自己的楼层 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的一期呢都是35层4T7户 好我们到啦 我们的入户门是符合马来西亚消防局规范标准的防火门 能组员火石约60分钟 我们的这门门锁是三星的品牌 它包括刷卡 还有我们的密码 还有钥匙三种方式可以打开 进门的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玄关柜了 我们配备的除了有鞋柜之外呢 同时还有一个柜子可以用来放置雨伞旅行箱或者是随身物品等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贴心地设计了充电头在这里 这样一回家就能给手机充电 或者是作为其他用途 是不是非常贴心呢 再看我们的地砖是800x800的耐磨防滑抛光砖 它的光泽度非常的高 时不时能倒影出马来西亚的蓝天白云 让你在家里心情也是美美的 由于我们马来西亚地球热带 常年光照非常充足 另外我们的层高是3.3米的近高 搭配我们的落地隔热玻璃门 使整个空间更加的明亮通透 装标名言赠送了经典设计的电视飞行枪 客厅与每个卧室都赠送了空调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一览无余的海景阳台 新加坡精彩之势 那这一条就是我们高总有提到的心柔长堤 在我的左手边 这一个是我们的滨海钻石商业中心 其中最大的一颗钻石 是以我们苏丹后查理·苏菲亚命名的新山歌剧院 好了 回归温暖县时的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吧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厨房长什么样子 我们的厨房采用的是推拉门式的封闭设计 看看我们厨房的胶标 包含的是我们的上下厨柜 我们的油烟机 燃气灶 还有别人没有 但是我们有的烤箱 最讨喜的呢 就是我们厨房外面生活阳台的设计了 在这里您可以放置我们的洗衣机 衣服也可以晾置在我们的生活阳台 基本上一个晚上衣服就可以晾干 我们这个户型呢就是动静分区的设计 客厅与卧室相隔开 互不打扰 在最里面就是豪华套房的一个设计 我们的卧室是采源的复合木地板 择写路来还有一点弹性 那同时我们的主卧是有赠送衣柜 那衣柜的话是整体的嵌入式衣柜 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贴心的还有去做到有隔层 隔层的使用起来也会非常的方便 此外我们的主卧也赠送了一个超大的飘窗 是不是可以躺在我们的飘窗上看海呢 我们的洗手间采用的是仿大礼石抛光砖 它的颜色是巴黎灰 有没有一种高端淡气上淡气的感觉 同时有赠送一个超大的梳妆金柜 那我们的整个洗手台呢 也是采用一个天然食材 五星级酒店的卫浴即时感就在你的眼前 卫浴采用是干湿分区 淋浴瓶选用的是强化玻璃 业主在这里的生活安全又安心 再来看我们是使用分体式热水器淋浴花洒 连排风扇都做好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超大浴缸也是赠送的 欣赏完我们的无敌豪华竹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次卧吧 我们的次卧也是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阳台 跟客厅相连 如果说你想晚上来吹吹海风 感受海上声明月 有久有故事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棒呢 那第三间房呢 它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它仍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飘窗 掌握完我们的板房 是不是想马上拎包入住的呢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找我预定吧 您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马来西亚投资吧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